最近这段期间 我们又发生了金门 这个海域上面两岸之间的 那些船只的一些冲突 这件事情其实美国 美国也有在关心 对 美国不但关心 而且美国的政府的各层级 都发言了 比如说这边讲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Miller 他讲了 他说美方正密切关注北京行动 继续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敦促中国与台湾进行有意义对话 以及减少误判风险 这听起来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对啊 这样讲好像人家 北京也没在听了 可是这是政治面的讲话 真正在美国的这个系统里面 今天发言 其实有一篇报道 大家很多人都忽略了 那个是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司令 讲话了 是一个女生 她讲话了 她说这个事情 这个中国对于灰色地带的挑衅 是在全世界各地不停地上演 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趋势 所以美国海岸防卫队 也跟各个盟友 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美国防卫队 海岸防卫队 你听起来是只防卫美国海岸 No 她的船舰 她也防卫其他国家的海岸 对 所有自由世界的海岸线 海陆 海运线 她都防卫 所以她也跟日本 跟菲律宾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她派了海岸防卫队 去年就派了两条船 两条大船到关岛 还有菲律宾 来协助跟教育训练 所有的盟国的盟友 怎么样子去应对灰色地带的应助 所以她还派她海外防卫队的军舰 那个舰船 美国海巡通过台海 来帮我们划中线 那么她不会去贴到大陆海岸线 贴到金门马祖 因为她太敏感了 但是她就提出了 她的一些经验教训 所以你看美国的反应 她其实是 对 还蛮多层次的 她的层次非常的明显 应对灰色地带 我海岸巡防队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国务院发言人 她做什么 做政治面的反应 但是技术面 她就由海岸防卫队来进行 所以你看台湾的 还有国防授权法 这个是跟着刚才 这个23亿美元 它其实在那个之前 都已经过来了 也就是说 它的国防授权法 它其实里面涵盖很多项目 去年通过的时候 我们就说 像什么绿扁帽 常铸金门 那个两栖营 那么她是来做什么 她来做教育训练 了解 她来训练我们 达到美军水准 她其实跟她的意义是一样 她现在训练我们的部队 她的操作规范 能够知道美军 在这个命令 是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的部队的水准 训练水准 能够达到美军水准 然后这个通联再下来以后 台军跟美军 就可以共同作业 了解 所以是整套的 整套的合作 好的 感谢坤英哥这样一解说 我们大家就懂了 在此同时 美国批准了23亿元 对台湾的军售 好 那在这个时机点 对台军售 它的内容项目 对于台湾来说 重点是什么 它的重点就是说 它传给我们 它卖给我们的东西 是叫先进战术数据链 那系统升级计划 及相关设备 好难懂 它叫跨域解决方案 CTS 然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这个大家懂 接收器 通讯设备 需求分析 工程技术服务 它大概就是7500万美金 算起来大概就是23亿 它要跟我们做这个 可是这些我们本来就有 很厉害 那个我们都是 有的是名规的 有的是不同系统的 那重点在CTS这个东西 CTS是什么东西呢 CTS它是一套叫做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在做电脑是 就是我们在电脑 卖电脑的时候 那个有一种叫做卖equipment 然后有一种是叫卖solution 那像比如说我卖一台 这个笔记型电脑给你 那叫设备 可是我笔记型电脑 有帮你灌软体 有帮你做设计 你公司的需求 还有一些软体 都灌在里面 那个叫什么 这叫solution 就解决方案 所以CTS它是一套解决方案 它在针对什么东西 它叫跨域解决方案 所谓的跨域就是说 我们现在各个不同的 电脑系统间 比如说台军跟美军之间 它的通讯 结构 或者它的数据 或者它的档案 应用程式 软体 它们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资料库格式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一张图片 我从台湾这边拍到了 然后共军有一张战场图像 我要把它传到美军那边去 那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中间还有资安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可能我的定位 我的图像上面是没有 没有这个GPS定位的报道的 没有标示的 你现在看到 现在在电视上面拍摄的那个乌克兰 无人机有没有 拍到了那个俄军的画面 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个俄罗斯的国旗 每一个人 那每一个车子上面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 这个就是有标示的 那车子在那里 我一个炮要打下去 两分钟之内 你可能红灯才刚刚还没顶完 然后破单就下来了 那么这么快的状况下面 它就必须用电脑来传输 不是一个个电话报 好 那么所以美军 这个只是我们 美军现在一直很担心 台湾人叫做C4ISR 就整个指挥通联的系统 跟情报分享的系统 它必须在乌克兰战争经验中间 美军最 所以乌克兰最大的帮助 它其实是情报分享 比如我空中看了 我卫星看到的 我战斗机看到了 或我什么 这种各种针尖设备看到的东西 我马上要传给一线的台军 那如果照现在的通联记录 我可能已经一天以后 好 所以他现在要 要把这个东西弄进来 就是技术升级了 让我们速度更快 他又怕台军的电脑被害了 那这样子的话 病毒就透过台军的通联系统 我就钻到美军系统里 就会把它破坏掉了 那所以什么 他要有一个闸门 来挡住病毒 或是过滤 或是干嘛 所以叫跨域解决方案 了解 美军要做到 跨域解决方案 要做到什么东西呢 就三个任何 他在任何设备 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我都能够跟任何人 包括我的盟军 我的友军 我的高级单位跟低级单位 我都能够相互通联 但是又要再确保治安 所以它要变成一个解决方案 它不能只卖设备给你 它不是设备的问题 它中间还有很多的什么工程师 所以它这个计划里面有说 美国同时要派大概200个工程师 来进驻台湾 来协助台湾的部队 要建立这样子的系统 那为什么要建立这样子的系统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美军 也就是说它做死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军跟美军 以后是一体的 是连通作战的 可以分享情报 及时操作的 就比如说像什么海风大队 美国卖我们的鱼叉飞弹 什么东西 它可以马上就把敌军 哪一条船在什么位置 好 你现在赶快把它射过去 射到方位角是什么地方 那个它卖给我们的GPS 不是我们车用的 我们是军用 它军规 军规可以精确到一米内 它非常精确的定位 就瞄哪里就打哪里 所以它的那个精度是非常好 了解 这整套弄给我们以后 美军跟台湾可以联合作战 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就把那个桥接架起来了 两遍一几